大家好 我叫Halloween 今次和大家分享華佗120之質力煉4的攻略 其他重要角色的120之質力煉關卡我已經講解過了 我會在這條影片中講解 平民應該如何分配星之質力煉的先後次序 應該對於玩新設法的朋友會有一定幫助 好 我們現在馬上去片吧 我們在玩三角類遊戲的時候 在當中應該都會了解一些歷史人物的時跡 華佗是東漢末年鼎鼎大名的醫師 在現代或者可以稱他為臨床醫學家 在電影或者電視劇都會多多少少提及華佗的故事 他早年遊學徐州 曉陽聖之術 年百歲 又有狀容 曾有高官 兩次碧琦為官 他皆彩都有美 以擅長施用全身麻醉的麻肺散 進行外科手術 以及設計體育醫療的五禽器 而著稱於世 模仿虎 鹿 紅 喉 鳥 五種動物的動作 以活動筋骨 疏通血氣 增強體質 防止疾病 其實就是教大家做運動 拉筋 全世界治療的案例 包括現在的傳染病 寄生蟲病 婦產科病 少兒科病 呼吸器管病 以及皮膚病等等 最著名的案例當然是為關羽刮骨療毒的故事 當時關羽捉棋 麻醉肉都不用用 嘩都沒有嘩過一聲 不過可能都有吹大幾什麼的成份 那麼歷史中華佗是怎樣死的呢 Halloween相傳 曉操中了關羽的魂淵技能 經常頭冤 頭風病越來越嚴重 聽聞華佗醫術高明 所以就找人請來華佗為他治病 華佗以針灸治療 隨手而遇 曹操之後就要他好像女朋友一樣 經常陪伴左右 但華佗當然不甘成為曹操的專屬醫師 對此感到甚為不快 加上離家太久 思念家人 故意要回家取藥治理曹操的病 所以曹操就信以為真 放了他走 歸家之後 曹操多次書信召回 他都詐清妻子患病 不能返回 曹操身為當時有權有勢的人 要叫個醫生來都叫不到 加上頭風病日益嚴重 急起上來當然大腦 於是派人前去查看 發現華佗的妻子原來是炸病 便把華佗捉回來了 華佗再為曹操看病 便說大王頭腦之痛 是因為患了風病和關羽的魂冤技能而起 病根子已經入腦袋中 風炎不能出 再喝藥湯已經沒有用途 然後又說 我有一法就是喝麻費傘 麻醉後用利刀開腦袋 取出封嚴才有可能跟隨 曹操聽完華佗說完之後 大腦地喝出來 你現在要謀殺我 你收了劉比和宣權幫多少錢 看他們做事 我還未拿到大橋小橋 還未來個每晚兩橋再懷的童境 你現在要開我的腦 於是華佗便被收監入獄 隨後無奈便被曹操所殺 華佗在遊戲的設計和歷史是相符的 唯一名補師 提升到120資質後 補血量大幅提升 還增加了被動技能 每秒為全體有關補血 坐穩新三個字手機版奶媽榜第一位 華佗的資質力練 對於一些發展良好的平民玩家 其實並沒有什麼難度 通關要求為華佗需要補血量超過50萬 並且華佗不能陣亡 這樣就可以順利通關 將領寶物和馬匹配置方面 前排有馬超用百里劍 如果有其他增加攻擊或武力值方面的寶物 也可以用上的 馬騎20級的橙色馬 許柱用三略 如果你有其他增加防衛或武力值的寶物 也可以代替的 馬騎紫色的黃票馬 趙雲用孟子 如果沒有孟子也可以用其他保護類或輸出之類的寶物 例如兩檔海、雙印虎、雙寒雜病論等等 馬騎橙色的黃中馬 我們今場需要的是華佗補血有足夠的數量 所以寶物配搭方面能夠令輸出力保證在3分鐘內消滅敵人 這樣就可以了 後排有張國用裝子騎紫星馬 張國在打副本的時候 對於平民來說是必須用到的 寶物如果沒有裝置的話 可以用輸出或加自力的寶物 例如站盧劍、周禮、施經、龍泉劍等等 今場的主角華佗用漢書 為求令華佗開多幾次技能補更多的血 用增加怒氣的寶物是必須要的 例如漢書、列女轉兩者之間選一件 詳情可以查看我之前製作的紫色寶物影片 馬騎花鐘馬增加普攻的速度 提升看書觸發的機率 第三位後排有雕仙用列女轉騎紫星馬 軍下用盾斜增加防衛力 計策用一股作氣和上兵伐謀 其實上兵可以換其他的計策 效果更為理想 例如粉舞揚威 不過我忘記了換了 跟以往一樣計策要到最後一場才會使用 戰鬥的過程華佗一滿技能就要用了 第三場前排的隊伍其實已經整理好了 不過關羽了解到自己的兒子關平不夠趙雲打 所以無視了許處直接阻轉衝向趙雲 趙雲在兩父子的親情夾擊之下 血量快速地飛奔減少 就算有華佗和上兵伐謀的補血 也有回天伐術 馬超就打得好穩 因為他的技能可以跌加 所以打副本馬超顯然是比較穩可的 前提是要在無司馬爾的情況下 在馬超不斷輸出的情況下 敵人前排很快就倒閉了 剩下的後排也沒有任何威脅可言 好,順利通關,沒什麼難度 大家都有問我 為何沒有資質力煉5的相關攻略呢 所以我就試一場打華佗的資質力煉5給大家看看 告訴大家平民為何打不過資質力煉5的關卡呢 喂,什麼事 華佗和許柱玩融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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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難道是新出的將領 我原來是遊戲出錯的情況 這個遊戲的系統經常都出錯了 戰鬥一開始 就算是第一波敵人的小卓仔 系統都會把他們的實力提升到接近紅將級別 他們打一下等同於我這個小小平民打幾下的傷害 第一場開戰不夠一分鐘 我前排的血量就好像噴射一樣噴鬼出來 第一場都已經打得那麼辛苦 去到第二場前排的三位武將都已經死了 更加不要說第三場 所以資質力煉5的關卡都是交給課長處理 我們都是玩回400 現在來講一講 平民應該如何決定提升將領120資質先後次序呢 因為平民的信物是有限的 所以有效地分配信物升級兵種和將領是很重要的 信物如何有效地獲得 可以參考我以前做過的攻略片 第一位一定是趙雲 120資質的趙雲 輸出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就算連課長的一隊都會見到趙雲的身影 首星資質是無需質疑的 第二位是華佗 為什麼會是華佗呢 因為平民要發展下去更好地跟上中課的步伐 打扣匪拿到更多的中級兵符和特種兵符 華佗是必須要上場的奶媽 還有一些玩家會用上補血陣容去打沙場 這樣都需要華佗的持續性補血技能 第三位是孫上香 孫上香提升到120資質之後 魂冤的機率可以提升到一半 效果更為顯著 攻擊力亦會提升不少 比華佗的次序低一名 是因為平民應該著眼於打扣匪 有更強的兵種等級才有條件去講隻抽 第四或第五位 可以在夏侯敦和許柱之間 除自己的需要而選擇先後的次序 很多朋友說 120資質的夏侯敦 可以取代到馬超的位置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馬超如果可以開多次技能 實力是可以超過夏侯敦的 但以現時的戰鬥情況來看 大家的傷害都提高了不少 馬超實在太脆弱了 大多數情況下 未開到第三次技能 就已經死了 無法蝶加技能 夏侯敦的情況相對比較穩定 如果日後大家的西梁特總兵 升到更高級別 再用馬超 許柱升到120資質之後 護盾的目標可以提升到四個 能夠保護到後排的一位將領 對日後的更新版本有幫助 但前提需要將許柱的虎衛兵升上去 這樣才有資格上一隊 夏侯敦和許柱升到120資質 同樣有利於打扣匪 夏侯敦用來隻抽是比較好 許柱未升虎衛軍的時候 只可以用來打扣匪 升了虎衛軍才有資格上一隊用來隻抽 就看你自己的定位去選擇 其他將領如果 平民真的如果將中級工兵和中級騎兵 隨便一樣升滿了20級後 如果覺得自己真的有多餘的信物 才可以考慮升120資質 今次的影片就吹水到這裏 如果這段影片有幫助到你 記得給我like和subscribe 還有like我的facebook 裡面會被youtube快一步更新遊戲中的最新動向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